早安 歡迎來到班牙媽頻道 我是Rita 前幾天的早餐都是吃鹹的 今天就來換個甜的吧 我們家的孩子都是螞蟻來的 尤其是那兩個男孩 所以我今天就來做香蕉吐司捲 所要用到的食材有香蕉 蛋 巧克力醬 全麥吐司 藍莓是用來做裝飾的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首先先把吐司壓平 這全麥吐司好香 好香喔 上近期有一位熱心的粉絲 提醒了我用了太多排吐司 所以我今天就來用全麥吐司 有大家關心真好 再來把邊切掉 接下來把巧克力醬抹在吐司上面 薄薄一層就好了 不要太多 這個放過來這一片 用花生醬也是很對味的 可是我已經沒有了 接下來 剝香蕉 把香蕉捲起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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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頭尾的部分切掉 這樣一捲就完成了 香蕉是台灣現在的產季啊 所以選擇香蕉的話 要選擇這種直一點的 來捲會比較漂亮 頭尾切掉 接下來打蛋 來煎土司捲囉 用小火放一片奶油 讓它慢慢融化 把蛋液倒到平盤 就可以了 就可以來沾土司捲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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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讓奶油均勻的在平底鍋裡面 先下一捲 然後再用去 然後再放進去 煎土司捲 就要灑在上去 拿鐵油均勻的 然後再放進去 拿鐵油均勻的 然後再燒在生魚均勻 加點水均勻 把鐵油均勻的 把鐵油均勻 把鐵油均勻 吐司卷要小火慢慢的煎哦 挤不得 香蕉卷要不时的滚动 煎好的面就会像这样的颜色这么漂亮 香蕉要穿上新的衣服了 这一举已经超漂亮的已经好了 拿着来沾板备用 放凉等一下我们来切片 奶油香蕉巧克力的味道组合 你们一定想象得到 超香的 好了关火 好了已经凉了 现在来切片 哇 好漂亮哦 这个我先吃 香蕉跟巧克力的味道实在太搭了 真的超好吃的 大概切这样的厚度 还只可以一口塞 超漂亮的 这个吐司卷啊 这样子在家里也好适合跟孩子一起做 好了可以盛盘了 所以高高低低的放 这样看起来就很像 饭店的下午茶 对不对 我相信每个孩子都会爱死的 这个香蕉吐司卷 好了放下蓝莓 好了放下蓝莓 薄荷叶装饰 你们看这样有没有很像这森林的感觉 今天早餐香蕉吐司卷完成 来吃早餐吧 哇 哇 可以吃吧 趕快站着用的吃超好吃的 吃什么东西 吃什么东西 香蕉 嗯 外面那是什么 吃吃看啊 吐司 嘿嘿嘿 聪明 我也要 香蕉吐司 給我蘸 这个好好吃喔 这个 刚才那个 好酸喔 这个自己做的优格 配上香蕉吐司卷 真的太棒了 太棒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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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优格不会甜呢 不然要酸酸 酸酸的配上那个 香蕉吐司卷甜甜的啊 整个综合拆解 嗯 嗯 那个 香蕉吐司 配上 巧克力 好像是蘸優格 酸酸甜甜的滋味 嗯 好好吃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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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 哈哈哈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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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